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同伴时 窗外又空空的没有异常 但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兴奋 想来想去竟然打算去后山练胆 房主大华是有名的胆小鬼 为了一雪前耻 他和其他人打赌要到后山的房子里住上一晚 不多不死的小游戏正式开始 随便走进一个房间 简单的打个地铺就能凑合一下 熬到天亮就算成功 但没想到传闻里的杀气丈夫是真实存在的 手中的砍刀在墙壁上刮出火花 大华听到声音便走出房间 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 可结果却见到了一颗悬浮的窟窿脑袋 他被吓得大叫转向外跑去 却不知这一切都是同伴们的恶搞 没有杀气丈夫 也没有死去的恶鬼 目的就是想要好好地吓一吓他 大华算是倒了血霉 多过窟窿脑袋又撞见红毛僵尸 仿佛这一种栋房子都充满危险 精神状态已经濒临崩溃 扮演杀气丈夫的阿豪 还拿着甲卡刀在四处游荡 本意是想要继续吓人 却没有注意到大华已经来到身后 趁机不备用力地推了一下 他亮强着撞到墙壁上的电闸开关 身体不停地抽搐起来 直到此时大华才看清身份 用塑料管把接触电线的身体部位挑了下来 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阿豪被电死了 警方判定为意外事件 没有再继续追究 可他毕竟是死得很冤 曾经的好朋友们 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过去 每个人都遇到了一些怪事 胖子在电脑前工作时 收到了阿豪的信息 说自己好闷 想来家里找他玩耍 胖子被吓得跑出书房 又看到客厅里 爬着数不清的癞蛤蟆 看上去十分吓人 小美已经上床睡觉 但没想到墙壁上的美女壁画 会突然双眼出血 血水滴下来正好掉在小美身上 从梦中惊醒 他发现整个房间都是斑驳的血迹 屋顶上写着老朋友 很明显是死去的阿豪在搞鬼 这些人是真的怕了 他们又重新回到后山老屋 在阿豪被电死的地方 烧纸祭拜 希望他能高台贵手 放过大家 却没想到阿豪会突然鬼上身 借用胖子和小美的身体 告诉大家 不用烧太多纸钱 他用不到 主要是没有人陪伴 特别寂寞 见字情景 大花和女朋友立刻起身逃离 很明显是在闹鬼 谁也不敢再继续留下 胖子小美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毕竟两个人才刚刚遭遇俯身 这时候阿豪缓缓的从地底冒出 他还是死亡时的那身打扮 余副帽黑风衣 手里拿着大杆刀 这一次 他想让好朋友们都真实的体验一下 被四处追杀的感觉 大花和女朋友已经跑散 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躲避恶鬼 保证自身安全 但最后 还是一个个的遭到攻击 胖子和小美倒是比较走运 他们两个人成功的逃出后山 回到了大花的住所 推开门 见到保姆老太太正躺在床上 口头白沫浑身抽搐 像是发了迎电风一样 最可怕的是 他的手里抓着阿豪的帽子 两个人不敢再多多停留 跑到客厅拨通了报警电话 可是当他们抱住大花家的地址时 却被告知这里是猛鬼屋 没有住人 这时候胖子发现电话线没有连接 不可能不能出去 怪事越来越多 吸尘器自动开启 挥舞着鸡嘴向两人追来 胖子不小心被缠住脚踝摔倒在地 小美想把他再拉起来 却发现胖子已经变成阿豪 他赶忙松开手向楼上跑去 好不容易才躲进厕所关上房门 又看到阿豪已经等候在此 小美认命了 他大叫一声猛得睁开双眼 天已大量 胖子和大花的女朋友 还躺在沙发上面睡觉 保姆老太太从来都没有发病 他今天早上才过来这边 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睡在客厅 而大花却赤裸着上身 被吊在门口的树上 不管咱们说 他都是害死阿豪的人 胸口上写着 我们明年再玩 这就是不作不死的后果 接下来开始第二个故事 有人死才会有人生 航船马路的工人已经寿远到头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老鬼等候多年 终于轮到了合适的替身 司机阿豪打完报警电话 就开始给工人做胸部按压 他现在还没有咽气 如果被老鬼钻进身体 就彻底完了 死亡一个才能投胎一个 一切都是定数 阿豪的脖子上 有一条开过光的水晶吊净 只要靠近就会把老鬼弹开 世老很多次结果都是一样 不多时救护车来了 时机一过 工人意外的保住性命 老鬼的见识黄魂 以失败告证 他决定对阿豪展开报复 让他倒霉一辈子 你这个臭伤疤疤疤疤疤量 让我来咒死你 倒霉 倒霉的 一定倒霉 上倒霉 下倒霉 离倒 外倒就是倒霉 早上倒霉 晚上倒霉 前倒 后倒 左倒 右倒就是倒霉 第二天早上阿里戴开车上班的路上 通过后视镜看到座位上多出一个男人 但奇怪的是 也只能在镜子当中看到 现实中一切正常 查究不对 他立刻把车停下 老鬼已经打定主意 要死死的跟在身边 让他经历一件又一件的倒霉事 接到电话说股市大跌 要么宣告破产 要么继续投入 急匆匆的把车开到公司 又忘记拔掉钥匙 等阿里想起来的时候 已经完了 汽车顺着鞋头滑了下去 这也同样是老鬼的杰作 和男朋友商量摄影上的解决方案 希望对方能同意 从公司账户提500万给他周转 男人刚想点头答应 就被老鬼临时附身 虽说公司是两个人一起合开 但明面上他是法人 现在已经卖掉 和阿里没有关系 而且还交往了新的女朋友 准备移民去国外生活 阿里气愤的 把男朋友送给他的水晶箱链 摘下来丢了过去 附在身体里的老鬼 被瞬间赶走 男人有些懵逼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阿里会哭着离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诡异 回到家 阿里发现房子的大门莫名消失 经历了这么多 就在傻子也明白这里面存在问题 龙婆通过占卜 算出他罩着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有德必有事 有因必有果 任何人任何事 都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 阿里已经倒霉到了极点 他现在不想孤立太多 只希望龙婆能帮忙满足两个愿望 第一 失而复得 第二 女儿的生活永远幸福 龙婆倒是同意 为他请运太童子 只需给童子吉林净身 用终止滴血开光 但是必须要记住几句警示 人之极乐不可言死 出言求此即是应验 回家后不久 阿里就在门口看到一个纸箱 一开始 还以为是贫困出现的钞票 考当他兴奋的打开之后 却见到一句灰白色的骷髅骨架 耳边听到了一个男孩的声音 说自己很脏 想要洗澡 阿里马上想到龙婆说过的竭林净身 不管是真是假 他都打算试试 把骷髅骨架扔进浴缸 用毛刷认认真真地清洗一遍 然后再咬破猪指滴上血水 不一会儿 房间里就多出来一个胖胖的男孩 他就是龙婆所说的孕胎童子 一眼就看出阿里门运太重 需要清除 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支水枪 碰碰碰地对准阿里射击 老鬼被打得连连后退 没运离开自然会有好事发生 他虽然不能直接变钱 却可以给出发财提示 比如买马票中奖 不过阿里也算有心 他第一时间就来给龙婆送钱 毕竟是靠着人家的帮助 龙婆不想还拿好处 便打得和老鬼谈判 希望对方能高抬贵手放过阿里 但是老鬼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报仇 说什么都不得用 龙婆也实在是没有更加好的办法 他只能送给阿里一道灵符 让他回去多复印一点贴在家里 可麦想到这玩意在关键时刻 起不到任何效果 老鬼强势出击 直接闯进大室 而运财童子也只能带来财运 在打架上根本就不是对手 但是阿里的女儿为了鼓励他 在脸上亲了一口 阳气不受控制的传递过去 童子瞬间充满能量 把老鬼打得差点就魂飞魄散 却不知阿里的女儿因为阳气缺失 反倒变得异常虚弱 阿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开场车向着龙婆驾驶去 希望对方能有办法解决 可能是心里过于轰乱 他已经脱口而出说了一句 如果真的有事 宁愿让他替女儿去死 童子听后立刻劝阻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迎面驶来一辆汽车 为了躲闪过去 阿里驾驶着汽车撞到路边基石 他死了 龙婆曾度过警示 出言求此及时应验 女儿已经恢复正常 凭借之前中奖得来的财富 肯定可以一生无忧 也算是满足了阿里的愿望 而运财童子是因阿里而生 伴随着她的死亡 也自然是要离开 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开始讲述第三个故事 相比前两个来说 剧情要简单一点 故事一开始 就是女人抱着孩子跳楼自杀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有很多香港男人 都跑到内地来玩女人巴尔南 老徐就是其中一员 他找完女人吃完宵夜 遇到了之前的老同事 同事在这边买了房子 因为堵车是明天早上 就被对方拽着去了家里 最起码可以省下一点过夜费 同事接完一个电话 就是有急事要出去处理 让老徐先睡觉不要等她 这天晚上 老徐做了一个怪梦 梦里是跳楼自杀的 那个年轻妈妈 她叫陈军 爱上了香港人叫杨 此时她已经怀孕 可却没有等到 七万钟的婚礼 杨阳要分手 要一个人返回香港 自从陈军还上孩子 就没孕不断 她不想再继续维持 直到孩子出生 杨阳都没有出现 所以她才无奈地跳楼自杀 从梦中醒来之后 老徐听到了 砰砰砰的敲门声 打开门 她看到了梦里面的陈军 只是她并不知道 地方已经自杀 陈军说是同事的妹妹 同事有时要忙 没有办法再回到香港 让她带着自己回去 老徐没有多想 下次的答应下来 第二天早上 当她走出房子的时候 那同事就躲在门后 她的怀里抱着孩子 一切都是假的 同事是陈军所变 目的就让人带着她一起离开 可是身为鬼魂 为什么要这番操作 影片也没有具体介绍 总之就是 她最后成功地来到香港 而且还找到了渣男耀阳 不过话说起来 这也是心软善良的鬼魂 她并不想要杀人报仇 只希望耀阳 能在家里给他们 母女输个领位 也算是有了名分 耀阳自然不敢拒绝 盲目的地点头答应 可没想到 这家伙是真的够辣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不仅没有兑现承诺 还偷偷地找到江湖术士 让对方消灭成军 术士一进屋 就能感应到一股怨气 结合上耀阳的面相 她明白 这里面肯定设计男女私情 做人不能做得太绝 不过她也不想眼睛中的 看着耀阳出事 走之前说了一句 临时抱缝脚 兴许能够保命 耀阳听后 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 她赶忙去街上 请了一尊中奎神像 夜深后 沉浸如约而至 她没有想到 自己的推上会换来这种结果 耀阳想让她魂飞魄散 但是坏人早晚都会得到报应 结束来了 新女又不知道她在干嘛 用手剥了一下 神像掉在地上直接摔碎 现如今没有任何东西能保住耀阳 她被陈军逼迫着来到楼顶 脚下踩到一根猪肝 不小心掉落下去 也算是和亲女团聚 电影到此结束 不算恐怖 只能说比较冷门 朋友们看个新鲜 谢谢大家